Lio聊斯基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阿茲特克人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選的是阿茲特克 那這位玩家是又中國第一高手 那阿茲特克人在南美中文明裡面 應該算是經濟最好的文明 因為他一開始有這個攜帶量加3的效果 那支援呢 每個支援量都可以多加3 這就意味著他們需要往反次數會大幅減少 那在一些地圖來說的時候 這個阿茲特克這個加3能力 前期就可以獲得很好的經濟發展 那我覺得阿茲特克人本身來說 也算是不弱的文明 不管是打生旅戰 步兵戰 或是打戰毛垃圾戰 他都是很得心應手的 而且他也有強弩可以用 雖然強弩沒有這個拇指皇 但如果需要用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拿出來用的 好 那阿茲特克人呢 最終還是會打一個步兵加生女的打法 會比較偏多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MBL MBL這邊選擇的是波蘭 波蘭也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但這次改版之後 波蘭的勝率已經被大幅下降了 好像已經不滿40%了吧 還是在44%左右的勝率吧 勝率非常的低喔 那主要是因為這次改版 跟波蘭沒什麼塌塌關係 而且本身波蘭也沒有吃到這個軟甲 科技的加成 所以波蘭這次改版真的是 關他屁事 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波蘭人這次有點 欸怎麼說呢 就是真的有點被平衡到的感覺 呵呵 那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因為我個人也是喜歡玩勝率比較低的文明 然後爬分爬上去的 原來這樣才有挑戰自我的感覺 我個人是一個自虐型玩家 所以波蘭人 我決定用波蘭爬爬上 1600或1700吧 到時候到1600、1700再玩隨機喔 再看著不能往上爬上去喔 好 那MBL選擇是波蘭人 波蘭人的話 最大特色是這個大莊園 大莊園在旁邊撒農田的話 完成農田就可以立即收成8%的食物喔 這個肉量到了後期 這個滾雪球的效率會越滾越大 你看波蘭人的比較特點 就是肉類比較多 那其他方面的加成喔 還有這個挖石頭 可以獲得黃金喔 那我們之前頻道一直在講喔 這個挖石頭就是傷經濟的事情 你石頭挖越多 就代表你經濟越不好 因為你的石頭不能拿去換成木頭 或者是食物喔 或黃金喔 除非你買賣喔 才有可能 那如果你一買賣的話 就傷到經濟了 所以本身喔 挖石頭是單純防禦性質的資源 並不是可以讓你經濟更好的一個東西 但是波蘭人挖石頭可以獲得黃金喔 這一點就值得贊許 就讓他挖石頭這個能力 到了後期 可以多比別人的文明喔 多一些黃金出來 那波蘭人最重要的東西喔 還是他的這個戰錘兵喔 可能自己的騎士喔 櫃子通勻騎士 只要30黃金 60肉 如果是打大肉麻的話 後期還有這個践踏肉麻 烈克提克遺產喔 非常強大 這都是後期需要非常吃黃金的東西 但打垃圾兵的結果來說的話 波蘭人現在是康特阿茲的垃圾兵喔 波蘭的垃圾兵是大肉麻 有踐踏效果 那阿茲的話是戰保兵 所以本身如果打到黃金已乾的時候 就會很明顯喔 波蘭人是有一個巨大的優勢的喔 那目前看起來 這場重點就是來奪聖物這件事情喔 那阿茲這邊奪聖物有加成喔 基本上阿茲只要拿到三個聖物喔 三個聖物的時候再多一點點喔 等於四個聖物 所以阿茲通常會打一個成保時代老鷹爆 然後加聖女喔 去壓制對手 然後順便撿聖物喔 然後到後期喔 再轉這個步兵喔 直接轉這個暴勇士阿 或者是直接轉老鷹爆 8加9老鷹 或是直接轉強奴戰矛 或是重型投石特 都是這個阿茲特克的 比較強勢的打法 接下來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這兩邊都上到封建時代 但是MBL這邊上得非常的晚喔 你看這時間點 20吋跟18吋的這個升級時間 差了快一分鐘 MBL這邊可能要先圍死喔 這邊可能要再圍一下 然後這裡再拉過來 這裡可能要直接拉過來 圍一下 不然他這邊可能會有大漏洞 不然這邊就要直接小圍死喔 阿茲這邊是打棒棒開局 那阿茲棒棒開局有個優勢喔 就是他的均勻生產速度 是比較快一點的 那這邊棒棒出來是你算偏早 這邊有可能會點裝甲 果然點裝甲 這邊有挖黃金一個人去挖 這是細節 好 裝甲一個人挖 然後這邊可能要先圍好 這裡的礦區喔 好這裡要收村 OK有收 OK MBL細節拉好拉滿 該做的事情都有做到 好又要上角喔 棒棒已經過去 準備要來突襲大莊園的部分 那大莊園這個建築物喔 雖然是125木頭 但是他會多5個人口的房子喔 所以他在前期喔 你需要蓋房子的時候 可以優先蓋下大莊園喔 直接省25木頭 然後可以讓你先行蓋下魔法 開始開農 那是一個比較好的 欸這裡進去了 爆了 這一村可能會死 這個刺頭 先去卡一下吃我的位 對對喔 卡刺頭的位置 卡一下卡一下 哎唷就到了就到了 刺猴救美啊 哇這個不得了 MBL的細節操作還是做得很漂亮的喔 雖然在我的頻道上 我常常看到他輸了 只是因為 我的頻道都是會 播後期的影片 我不會打那種高速結束的 其實MBL他打前期很強 他前期都常常秒殺對手 但是他只要打到中後期 他就有點控不太過來 或是有點 後期不適應的感覺 我自己觀察出來的結果 這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我講錯 大家就聽聽就好 所以你們會看到 MBL在我的頻道上 好像勝率極高 但你們要想 MBL已經把三個賬號 打到2600分 2500分 這種等級的實力的人 絕對不會落到哪裡去了 只是剛好在我頻道上 看到 很常看到他輸而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我都是沒有看結果的 我不知道誰輸誰贏 然後每次都是看到他輸 我就覺得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幫他講話 我只能說 在我頻道上他就是比較劣勢一點 可能是我一代賭乃他吧 一直說他很強 怎麼樣 結果他就出師了 但是這一場他遇到中國第一高手 其實輸了也不會太意外 因為這位右是接近世界冠軍 VIPER等級的選手實力的 這個右應該是 應該算是亞多最強了吧 沒意外的話 跟ACCM他們比的話 我覺得右還是更強一點 好這邊稍微蓋一下房子喔 這裡要讀口了 趕快讀趕快讀 這個難村民 兩隻難村民 你們 哇直接用村民開扁 哇這可能會死一村 還好這裡在卡下尾 再來一刀 但是攻擊手來不及 哇這裡反擊成功 順利的收掉 所有的裝甲步兵跟鷹刺猴 MBL你看這邊 前期的細節他都秀得很溜 所以我覺得 他真的不是很爛的選手 他是真的很強 都剛好在我的頻道所 所以大家不要對MBL 有一些特別的想法 他也是我們台灣女婿欸 對不對 他跟我們的台灣知名四季直播主 小恐龍 是情侶關係 應該算是夫婦了吧 那 他們也常常在討論 台灣的這個國家盃比賽 之前巴西盃那個事件 那他是因為有 選手的關係 所以他不能明講什麼 但他算是有 蠻 蠻幫台灣隊這邊的 就是私底下的話 當然他不能公開表明 我個人還是很喜歡MBL 這位玩家 那我從以前 人造以前 大概是多久啊 2017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在看他打比賽 那時候就覺得 幹這個跟鬼一樣 可是他年紀又很輕 那時候 其實MBL跟我年紀差不多欸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來拼一下 那時候就覺得 欸這個傢伙年紀跟我差不多 然後 他司機力國又打這麼強 就覺得 有種親切感 年紀接近一點 然後跟著打四季就覺得 欸 因為那時候 2017年打四季力國的人 很少 除了那個 棉大 那個Chip 還有一些人 就是玩四季力國的人真的很少 而且是那種打BO的人 跟嫂子又少 可能雙手都可以數得出來 台灣人的數量 那同年紀的話又更少了 雖然那時候我天傘少年 還是有可能只是 我不知道其他人年紀多少 那我只知道那時候 MBL年紀而已 好 這邊直接鏽光弓兵 優的這邊操作還是 非常的細心的 那他這裡有分兩隊喔 他這邊控一隊 然後後面也在控一隊 所以我就是為什麼 我會說 優的實力 有點是接近viper等級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 他們的打法風格 越來越相似了 以前優也是像Hera這樣子 但他現在有點變成經濟型打法 就是跟viper一樣 專控經濟 經濟控好之後才專注 但是他手術來說也不會輸給Hera 有點像是viper跟Hera的綜合體 好 那MBL這邊再嘗試第二波工兵進攻 那我覺得目前這個情況 MBL應該是 不要再繼續往前會比較好 因為對手這邊已經圍死了 能打的東西有點少之外 這邊工兵出去 如果這一坨再送掉的話 對手直接會認定你 你沒有工兵喔 你直接會被壓制打的情況 會更多一點 而且阿茲特克這個文明經濟又很好 上時代 搶時代的這個機率又高 而且如果他太晚撤退的話 這坨工兵有可能送掉 會可能會突然變成一個老銀爆阿之類的 我覺得MBL這邊工兵 再繼續往前壓就不太好了 這邊自己也損失了一坨工兵嘛 對不對 好兩邊都差不多時間點一下城堡時代 這邊阿茲點下來一起絕金 這邊是五隻工兵打五隻工兵 兩邊都是小打小鬧 後面有兩隻毛兵 跑得過來 那MBL的金化龍處是超爛的喔 墓區算還可以喔 至少前面有一片大片墓區喔 整體而言 這張地圖我會給個70分喔 那為什麼70分 是因為他果子在後方 大裝人可以爽爽的農 那黃金就比較爛一點 所以直接扣了二三十分 如果黃金位置再好一點 這裡再多拖一群 木群的話 那至少有個90分喔 那地圖不是這麼的 這麼好 拿到天土的 大概玩十場裡面只有一場是天土 好 那右地圖就著實不錯了 大張圍很輕鬆圍 然後可以獲得大範圍領地 那中間這邊直接 防守 這邊可以考慮去按毛兵出來了 這邊可能快上到尘寶 實在覺得按毛兵沒有意思 直接去按奴兵 升級奴兵可能更好一點 結果你還是按毛兵了吧 按毛兵的話這裡也不可能生這個 再毛兵喔 這邊一定是先生奴兵 好 公兵這裡有點 沒辦法點喔 原來他這邊 按太多公兵的關係 黃金耗費太多了 現在沒辦法點二級色 二級色到一百黃金 所以剛剛才說可以點一點毛兵的原因是這樣子 好 那為什麼我要講這種 感覺很不重要的事情 所以主要是因為 其實這種細節方面喔 都是 讓新手們可以瞬間成長的一些事情 如果你們真的有在認真聽我講解的話 如果也照實 照我的講解去打的話 基本上 不會輸太多對手 因為 通常這種頂尖高手也都是這樣打的 那為什麼我講得出來 但我分數沒有上去 只是因為我沒爬分 我真的沒時間爬分 那我覺得我可以找個機會喔 去抽 抽空抽個一個月 來爬一下 看可以爬到兩千分之類的 到時候我的話會更有說服力一點 好 那這邊輪走技術過來 好這邊應該可以收得完 OK 再一發 Nice 投光 看 彈點毛兵 打起來打對方攻兵多麼舒服對不對 好毛兵不慘嗎 而且你們剛剛看喔 剛剛是趁那個 沒有辦法去點奴兵的時候 再去按毛兵的這個細節 這個真的蠻重要的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後面的就可以繼續出毛兵了 就繼續出工兵了 就不用再出毛兵了 因為你先撕鬧毒兵的情況下 毛兵數量又少 沒有道理去投資這個戰毛兵的 反倒是NBL這邊才有需要去投資 因為對方的毛兵 工兵實在太多了 瘋狂口誤 好 他就是這邊點下二級木 這邊可以考慮喔 冰出去之後就直接開農了 可以把這個TC蓋的這個位置 或是蓋在上方這個位置 那這裡也可以喔 因為這裡是大片木屑 再來就是這邊可能有點遠喔 這邊也可以考慮一下 地上的TC開這裡其實可以喔 因為上方就是木屑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邊投車 欸 死死了一隻 看來投車沒有砸到 毛兵這邊想要速操作 戰毛兵直接高打滴 屌射奴兵 很爽 MBL這邊操作秀好秀滿 這個就是手術型選手 基本上超兵對他們來說問題不大 投車都可以躲著掉 在那邊秀對方奴兵 然後在那邊 調戲投死車 叫死 好 直接投爛一發 中了 這個大家用毛兵補下傷害 補不掉 再來一發 投掉OK 這邊損失這麼多黃金單位 這邊卻只有損失了三隻戰毛兵 你說MBL他弱嗎 我不這麼認為 他很強啊 他只是 剛好頻道都在輸而已 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這場比賽不會輸了吧 我看到前面打這麼順 3TC開農欸 怎麼輸 對不對 波蘭3TC順順開農 然後後面轉戰毛兵 戰毛兵對波蘭的壓力又很小 因為肉類這麼多 這邊都可以點帝王時代了對不對 這邊直接點個帝王 屌虐 Easy啦 GG斯密達 來補一個修道院 點個生物 順利上帝王要不要 欸你不是先上帝王喔 如果說我就先上帝王 波蘭的肉類太多了 好這裡沒有打算上帝王 他點這個惡吉農就代表沒有這個意思了 他可能會直接4TC開農 然後插城堡 然後轉這個 我幹你還真的插什麼前插 然後轉這個貴族特首 好預判右邊 nice 你看這個預判他打非常漂亮 這邊可以預判一下 近一點 頭 中 水啦 再來一發 近一點 水 哦 好舒服啊 一台頭車換掉了一整排的奴兵 NBL 太神啦 好啦這個再輸的話就沒道理了吧對不對 這個要是再輸 這就是我魚了 不可能不可能 再變了喔 這麼強怎麼可能輸 對不對 好直接插一個城堡 這邊拉的人有點多啊 哇 13個人欸 13個人挖一棟城堡起來 這邊是3TC開龍 哇這邊是蓋在石頭去 因為他這邊沒有石頭 然後這個是細節喔 這個這個我要學起來 因為我通常都會把這個蓋在黃金礦的地方 但是都會忽略掉石頭的重要性 所以第三個TC喔 通常也可以蓋在石頭旁邊 這個是我最近在學的一個小技巧 確實這樣子你 比較容易會有這個石頭 可以去及時插一棟城堡出來防守 因為有時候你在開龍的情況下 沒有城堡其實很容易被打一套就直接被帶走 那我覺得右這邊細節打的還算不錯的 這個資源的控管都有去想好 那來看一下MBL家裡喔 這個狀況看起來 三個大中原沒有灑滿 這邊農田樹有點太少 如果他是要打騎士豹的話 這樣農田肯定是沒辦法供應他的騎士 出來弄的 這邊解一下貴毒特權 看來是要來直接打騎士豹 那最近我看了很多鋪爛了這個META的打法 通常都是城堡時代要打一波貴族特權的話 對手通常會上到帝王時代 很容易打出一個時代差數來 所以MBL這邊的狀況就是他需要跟時間賽跑 他不能再繼續農下去了 他可能要趕快轉出一堆馬舊 這邊可能要呼喚一下 這個可能要被換掉了 果然被換掉了 然後這裡為了要蓋馬舊的關係 所以木頭全部要投資在這個馬舊上 不能投資在農田上 然後這邊由於拉了太多村民出來 所以導致他自己經濟很差 太多人挖石頭了 除了他在這邊前線蓋大莊園開農 才可以把經濟拉回來一點 但前線開農有個問題我們之前講過 你記得在城堡的範圍內撒農田 對面還是有可能直接老鷹飛進來捅個衣服 在你打人家的時候 你前面沒有注意到 或是奴兵在那邊偷偷射 直接把你前線 洞田村民 騷擾到 那農田只要少了一兩村 你還要再去補 又要算就要耗費點精力 所以這樣是不太好的一個行為 好 這邊MBL 石頭真的太多了 可以插三棟城堡了 好 果然對方阿茲連下帝王死蛋了 好 這邊頭車一直想要砸 這邊稍微收吹一下 好 又有這裡沒有被勾出去 三隻馬舊 三馬舊 城堡 拉在門面的位置 看到城堡 待會巨頭出來開拆MBL 會很難受 對面有建築學 騎士沒辦法進去直接開拆 這應該是沒有洞 這應該是跟士忌連在一起 OK 右的防守做得還算不錯 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這邊直接補一根城堡 這根 可能就會打到點東西囉 後路式 你以為我要打正面 這邊直接用自爆桶炸 哇 MBL這個是什麼新打法 兩個自爆桶直接炸開 後面的聖女直接開招 招到兩隻騎士 但是 戰盲必要先打聖女 Nice OK 先投掉聖女之後 毛兵開始輸出 原地站 這要繼續用毛兵打一下 哇 又招到了一隻 聖女由於阿茲沒點一個聖女科技 血量都會加5滴血喔 所以這邊聖女點完 神聖思想會是50滴血 而不是45滴喔 多5滴血真的蠻有用的 這邊投車過來 上方城堡蓋起來 這邊又也發現上方也有城堡 現在大量城堡大軍壓境 又這邊直接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加上均勻投石機的打法 這個打法就很OK了 投石機拿來打戰矛 好 長槍兵 插這些騎兵就沒問題了 好 但是NBL第一時間沒辦法突破右的防守 看起來是有點難打了 好 依舊衝不進去 但是上方騎士可以衝進去的 NBL應該這時候趕快把所有的騎兵 放到上面來會比較好 好 這邊投石車繼續炸彈 這些騎士打得非常舒服 好 騎士 我一直被這個投車閘 血量一直被消耗掉 我覺得有點太硬要 這個有點太硬要 好 戰馬兵偷偷丟下生女 上方直接長驅直路 但是這裡有一根城堡已經準備好了 好 巨型投石機在這邊 先來拆城堡 這邊可能要聚集一波騎士 進去先拆掉巨型投石機 減緩一下右對自己的城堡的進攻時間點 這一頭騎士可能要往上拉走會比較好 好 這根城堡直接接棄手 那NBL還是沒有足夠的資源 可以轉出帝王時代 因為剛剛投資太多的資源在石頭上 城堡真的差太多了 好 現在第四洞都可以蓋出來了 哇 騎士又被砸了一波 這邊真的可以拉走啦 這些駝兵不應該繼續待在這邊的 趕快往騎士往裡面送 狂送母抽 好 這裡又被招了三隻僧侶 就這邊僧侶直接開招 招得舒舒服服 好 騎士砍個一波 但是有城堡 城堡射程還是很痛 好 這邊被招了非常多的騎士 總共招了八隻騎士 直接逆轉了戰局 NBL這邊其實有點尷尬 這邊再不繼續暴兵的話 對方打輸時代差 自己還是很容易打輸的 但是現在如果停村的話 不是停村 停兵力的話 很有可能對方直接會一套帶著 所以現在要邊農 然後還要邊把自己的軍師打起來 然後這邊再招翔一波 哇 剛剛還點下這個生侶的 回復速度加快啊 欸 是嗎 他剛剛點了什麼生侶科技啊 Check一下 啟示思想 對 是這個生侶的回復 招翔時間變快 那沒記錯 啟示思想 好 那看起來NBL的攻勢已經被打倒了 這裡不太可能喔 再繼續前壓 那城堡的位置可以再蓋在這裡喔 讓他的巨頭十幾 你剛剛從這邊出來 開始投進的城堡 要不要讓他在裡面喔 輕鬆走 如果你城堡蓋這個位置喔 巨頭可以加這個位置喔 所以有時候城堡下來的位置也是蠻重要的 好 NBL 有了城堡到處蓋 這裡也蓋了一棟城堡 但是聖物NBL一個都沒有剪啊 哇 沒有聖物 哇靠 你點下神權政治 太可能 可可真的打了生侶暴 那神權政治的功能呢 是讓所有的生侶 同時招翔一隻騎士的時候 只需要一個生侶需要休息喔 這個科技對阿茲來說蠻重要的 因為通常阿茲可以打很多的生侶暴 因為你血量夠多嘛 生活機率高 自然就可以使用了 好 聖物NBL開始往下班 繼續拆除城堡 這個就是 拆除違建的好方法 那我覺得這個影片也蠻適合 讓一些新手們 自己被城堡圍攻時候 要怎麼反擊阿 那我覺得右這邊打的算是蠻穩定的 蠻沉著穩定的 直接用騎士 把自己的劣勢慢慢打了回來 這邊直接轉出了戰錘兵 戰錘兵的話 雖然攻擊基本上外只有8喔 好 這邊來看一下大戰 這邊大戰看起來 MBL是沒有優勢的 因為長槍兵過來 後面還有投石車 而且勝率也在招翔 但是 哇靠 魏族特權騎士真的有點多 但長槍兵數量還是很多 兩邊都超多 還好阿茲喔 我記得他是沒有擊兵的文明 明明是個步兵文明卻沒有擊兵 莫名其妙 但是他有這個龍罐戰爭喔 讓他的步兵攻擊力喔 殺傷力變得超高 12攻的長槍兵 但是要等下這個龍罐戰爭才可以 好 長槍兵繼續往前 在這邊 投石車 要趕快輸出戰毛兵 不然戰毛兵會一直攻擊4家長槍兵 好 騎士沒有控 騎士要趕快拉去打這個投石車才對阿 哎呀 這邊細節DC沒有處理好 導致自己的戰毛兵損失太多 雖然正面看起來極限打一 但是MBL經濟也快要見敵了 雖然自己大裝有這個 立即收成農田的效果 但自己的肉量還是趕不上 升到地獄時代的肉量 這裡只要一停兵喔 MBL就有可能被反打回去 甚至直接GG喔 所以他這邊要趕快盡可能的 暴兵擋住地獄時代阿斯特克 好 三隻巨頭巡頭時機不敢出來 騎士一直在打 但長槍兵換下的結果 我覺得MBL也沒有比較賺 畢竟自己的貴族特權騎士 還是需要30黃金的 雖然比奴兵還要便宜 但是 後面還有騎士這樣一隻招 還是很虧的 哇 這邊打得有點激烈阿 哇 一直上一直爽阿 沒有要停的意思阿 真的是一隻打一隻爽阿 跟大家的晚上的情況一樣阿 打爽阿 龍冠戰爭 50秒 欸 停下了 哇 這個點出來之後 世界就不一樣了 MBL可能就打不贏了 對面就算只出重裝長槍兵 也可以戳爆對方的步兵喔 人家 戰錘兵只有10攻 龍冠戰爭點完 直接變12攻 怎麼打 雖然對方有破防效果 哇 12攻攻長槍兵 怎麼鬼 好 那還好 MBL這邊終於補下地龍時代的升級 地龍時代補下 這邊可能要再燒點一下 才能再去打 要先把這個重裝長槍兵 重裝騎士喔 跟自己的戰錘兵數量 還有三防趕快點出來 才能比較能打 這邊MBL可能 手的時間不夠多囉 這裡沒有村民在修理 因為石頭不夠 蓋太多城堡了 他已經被 他已經蓋了6棟城堡了 還7棟 基本上沒有把資源留下來存 存 存那個修理城堡的資源 好 前方大中原 看來是兇多吉少 這裡可能要撤退了 好 轉一下自己的步兵鎧甲 帝王死蛋 那MBL 要繼續打騎兵嗎 還是要直接轉戰錘兵呢 但打斷錘兵的話 優勢又不太大 對方是長槍兵數量這麼多 而且還有這個暴勇士 步兵的話可能會打到頭破血囉 那如果現在打強弩的話 好像還可以喔 因為對方全部都步兵喔 強弩確實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波蘭還有拇指環喔 三級一射 所以打這個奴兵也沒有問題 但如果打奴兵的話 對方一定會打出這個阿茲的戰矛 直矛器喔 所以怎麼打的話 波蘭有點都是被阿茲Counter的一個情況 不太好打 真的是不太好打 欸 這裡打奴兵耶 奴兵三級一射 輕騎兵 好 戰錘兵可能要撤喔 這裡不能上去硬打 這個真的要撤 這個打阿茲兵絕對會出事的 好 這邊MBL買賣了一些資源 石頭只剩下100多 這邊需要爭取更多的時間喔 只要這根城堡在對方的單位喔 就不敢輕而易舉的上來硬打 好 這邊七級兵升級好 利用自己所有的村民資源 好 這邊MBL也到了200人口 直接轉出了強奴支援用到剩下10位數了 哇 非常極限 這邊大戰一觸即發 MBL能夠第一時間反擊回去嗎 正錘兵加上騎士直接正面硬扣 但是長槍兵數量實在太多了 看一下這邊血量掉落的感覺 好 城堡一款 阿茲特可以毫無忌憚的直接進攻 孫女直接開始招降 村民直接出爛拿拳套扁孫女 這是什麼畫面 正面大量部隊直接被阿茲的步兵 極狂 完了 沒了 MBL 直接倒地 是不是賭奶成功了 又奶了一波 好 這邊補下彈道學 母子環可能要趕快補 但母子環也是蠻貴的 需要一些食物跟木頭 自己的工產器製造所還有 射箭廠都要被招降走了 太難受了 這個這個這個 阿茲的索洛托勇士出來啦 哇 我們頻道終於出現了 南美洲文明雖然沒辦法蓋馬舊 但是可以招降對方的馬舊 作為自己使用 他是沒有馬鎧的關係 但是他 他可以吃到進攻 所以他的防禦是0 那攻擊力是10加4 那我記得是不需要黃金吧 這個索洛托勇士 是需要黃金還是不需要 有點忘記 還是要黃金啦 75黃金 跟騎士一樣 但是沒有防禦力 但是他打這個 步兵喔 跟攻城西流 我愛傷害啊 其實蠻好用的 欸 有嗎 還是沒有 這是以前的版本 我記得好像沒有了 沒有關係 有機會我再來看看 因為這個單位實在是太少出了 好 這邊長槍兵直接插入 大莊園的地區區 冬田這邊稍微收村一下 但是MBL是不是點半放棄了 感覺好像不太好控 這邊奴兵直接射爛這些長槍兵 長槍兵對於奴兵來說 還是毫無招架之力的 大莊園直接被侵擾 上面下方的馬舅也要被招走了嗎 更多僧侶過來想要來招你的馬舅 MBL覺得非常困擾 只能選擇撤退 這邊長弩打步兵效果非常強好 但是還沒有點下化學 所以傷害也是有點差 反正補下化學會比較好 但是打這個長槍兵傷害也是夠了 OK 上面這邊補完 下方更多的鎖若托勇士出來了 哇 按的蠻多的欸 哇 全部爆 騎士 阿茲騎士爆 我下這個標題 會不會有人會說我是農場標題 阿茲居然也能騎士爆 敵感性 來來來來 越來越多了 但是沒有品種 跟跑速 出這個輸在鼻炎對手啊 看起來很像 這麼貴的單位 然後 還沒有防禦力 也沒有品種跟跑速 然後跟有騎士 品種跑速的文明打 哇 這看起來真的足夠鼻炎的 好 但這邊打 攻兵感覺還不錯 好 這邊生女老頭沒有碰好 可能要死個幾隻 好 中午點一下化學 MBL好像還有機會嗎 但門面的黃金也沒辦法 安全的挖礦喔 有點麻煩喔 他很快就要斷金了 這邊也升級了重裝騎士 好 重裝騎士中午升級好 但是三攻沒有補下 越沒有足夠的支援了 支援全部都間諜 雖然名錯也只剩96隻 好 這邊更多生女直接開始著想 好 直接造了幾隻強奴 好 家裡騎士直接開始鬧 喔 藍牙棒騎士 很兇很兇 好 看一下下面 下面這邊突然突然戳得上來 這是什麼情況 這裡不應該戳上來的吧 哇 阿茲這邊直接送了上來 好 那MBL這一波打出一些優勢了 但是自己還是相當劣勢 經濟上已經越來越輸阿茲了 阿茲可是有撿聖物的 阿茲像是幾生物啊 三聖物嗎 三聖物等於四聖物喔 哇 真是三聖物 完蛋了 等下四聖物你怎麼打 MBL 直接在你眼上蓋BK 然後還挖你家的礦 剩你能認嗎 但是他這邊想要守大中原 但是又沒有城堡可以守 這裡補一個TC 然後對方直接轉出銀罐 然後戰毛怪一出來 槍武也沒得打 好 槍武直接反推回去 好 這邊直接老鷹爆一波 8加9老鷹 最講義氣的老鷹出來了 好 加9老鷹直接上前硬扛正面 不會是講義氣 跟這些長槍兵出身入死 正面看起來好像打得贏 突然的重裝騎士 所以後面還有強奴支持正面戰場 所以正面不會打出是很正常 但是後續就不一定了 像地圖上 到處都是MBL著火的跡象 到處都是陰影勢 帶飛來飛去 非常難受 還有很多騎士在那邊打 雖然強奴這一坨 依舊解不掉 讓右這邊有點困擾 但其實MBL經濟已經十足的爆炸了 這邊還補下軍營偷偷蓋 這邊大裝備可能也是在籍難逃 這邊前騎兵也抓到一波 看起來MBL應該是涼了 真的是涼了 經濟拿不起來 村民已經掉至剩六十幾村了 這個打多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到帝王時代之後 劍無須發 直接射爛 沒了 真的是沒了 狗言殘喘 哇 想說MBL要穩定戰傷要2700分了 結果又打到2664分 遇到了 又 看來又要下去了 雖然MBL實質也算2700分的玩家了 實質上來說是 在我心目中才是 好MBL打出了GG 騎士出了202隻 有夠多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 突然這邊是輸了 哇 很慘 即使有大裝備 但你看這邊是 直接崩盤 像那個 疫情來的時候 直接往下崩 殺到底 一直殺一直爽 石頭真的是爆挖一波 把對面的石頭也挖過來了 挖太多石頭 對自己的經濟體系 真的是不太好 所以各位玩家 這石頭真的分配 數量是要相當注意的 其實有時候 並不是你真的不會玩 只是有時候你真的石頭挖太多 導致你經濟真的很差 爆不出冰籃 跟科技 這是一個新手常常會犯的一個細節 但NBL這邊 可能是為了要前壓吧 確保這根城堡一定能立得起來 然後可以打出一個洞口來 所以才把城堡蓋在前面的位置 所以才需要拉這麼多村民出來蓋 附近的資源就只有石頭可以挖 他就順勢挖了 以結果論來看 NBL前期蓋了那波城堡村民 如果少一點 大概拉個八村左右 或是五村 直接蓋個安全的位置 或是直接蓋上方第一個城堡 就蓋在這個位置 可能會更好一點 我覺得選擇的城堡位置有點 選錯了 他是選擇直接打門面 那NBL為什麼會這樣 直接打門面的原因 是因為這邊很多農田 他只要能城堡插一根在這裡 燒到他的農田跟TC 基本上他就賺了 他不會虧 650石頭他要去 是非常賺的一件事情 而且周圍這些建築物 也沒辦法使用 所以NBL前期一個想法 有點 讓他錯時良機了 那也沒辦法 這個就是 勢力力廣 即時戰略 計畫趕不上變化 是很常有的事情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